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學們 同學們 今天我們距離在這裡 是為了宣誓 今天 現在 以後 未來 我們都要捍衛我們學校裡面的言論自由 今天 各位距離在這邊只是為了宣誓 但是在這裡 學校老師聽不聽得見呢 聽不聽得見呢 聽不見 所以 我們現在 如果大家可以 可以跟我一起走到行政道的樓下 我們一起唸出四詞 唸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宣言好不好 好 我要說 我要說 我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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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一樣 看到我們的自由 真是一點一滴的融解 如果你跟我一樣 感到我們的自由 真是一點一滴的融解 如果你跟我一樣 感覺到 世心 漸漸步入 專制封建的深淵 如果你跟我一樣 感覺到 世心漸漸步入 專制封建的深淵 如果你跟我一樣 想要拯救他 如果你跟我一樣 想要拯救他 我請求你 站出來 跟我站在一起 爭回那一份屬於我們的自由 我們曾經是這樣毫無保留 現在也要挺直腰感 對全世界說 我們曾經是這樣毫無保留 現在也要挺直腰感 對全世界說 要民主來世心 要民主來世心 要希望來世心 要理念來世心 要理念來世心 要言論自由來世心 要言論自由來世心 現在我們喊出 我們老校長生前最後的願望 我要說話 捍衛百分百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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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謝謝各位同學的參與 也謝謝所有願意戴上化沙口罩 與我們站在一起的同學們 謝謝你們 也謝謝你們對於世心的付出 也謝謝你們未來 要繼續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 價值的精神 我要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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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行動就在這邊結束 但是未來我們監督學校 我們捍衛言論自由的行動 將永遠永遠的持續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